眼前这些密密麻麻的红头木棒是刚制作好的火柴 而这个红色的液体就是制作火柴头的化合原料 首先工人将明胶倒进装有绿酸钾的工业搅拌机中 明胶可以作为火柴头化合物的粘合剂 然后往里面加入热水 并启动搅拌机来溶解明胶让它与钾粉结合 接着添加二氧化硅颗粒作为燃烧控制的介质 搅拌40分钟后 当化合物变成液态 再加入红色颜料以及其他材料均匀搅拌 火柴头化合物就调配好了 接下来就是火柴棒的生产车间 这些木棒都是用白杨木制成 它们首先会通过有孔的振动扇来抖掉里面的残留杂质 再通过一台机器自动剔除掉破裂或太小的木棒 然后木棒来到火柴浸泡车间 自动投料机每小时会将200万根木棒 插进一个不满孔洞的钢板 再给木棒涂上一层石蜡后 滚轮会将立好的火柴棒进入到火柴头化合物中 5秒后火柴棒上升 浸泡完成后的火柴棒会继续在滚轮上转动干燥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让火柴头上的化合物彻底干燥 等火柴头干燥好之后 这些火柴棒就可以进行包装了 在工厂的另一个车间 工人将制作火柴内核的后直卷送进机器 纸板会先通过电用斗来降低湿度 然后进入这台自动直卷火柴内核机 通过高速冲目切割 它每小时能生产5.5万个内核 制作好的内核会被快速地送上输送带 再通过输送带将它们送进自动分累机 机器会将盒子竖直排列在传送带上 之后送进装填机 另一边工人将裁好的外核纸板送进外核机 机器上高速冲目的折皱与裁切工具会折叠纸板 当折好的外核通过滚轮时 会将擦火劈粘在外核的侧边 接下来制作好的外核和内核会进入装填机 先将制作好的火柴棒放进内核 然后将内核推进外核 机器会设定好在每核中装填的数量一致 并提出多余的火柴 最后这些装好的火柴盒 就可以打爆出售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多久没使用过火柴了呢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下期还想看什么的制造过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